像我們這一道人氣的沙拉 它是牛奧良的凱撒沙拉 它就是凱撒像它裡面本身就有一些 提魚、酸豆、大蒜成分下去拌的一個沙拉 可是上面會有我們現煎的 就是你只要點這份沙拉 然後它雞肉是現煎出來的 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嫩的 然後相對也很好吃 這個份量其實就是給大家share 一起吃的、分享的 那右手邊這邊 它是我們的墨魚花生牛肉漢堡 然後我們的墨魚漢堡 是我們請一間好朋友的麵包店 它特別用日本的墨魚粉幫我們製作的 那相對它吃起來的口感是很紮實的 不會像一般傳統的漢堡 它吃起來就是軟軟、爛爛的 然後這是花生口味的牛肉漢堡 那這一道是AK豆醬小卷麵 AK豆醬比較複雜的是 這是我們自己炒的 就是裡面它配了八、九種的辛香料 然後在炒的過程要炒差不多四十分鐘至一個小時 然後拌炒出來的 它看似簡單其實是最難炒的 因為它要用小火慢慢去把它的辛香料 整個味道爆出來之後 然後在下面還有我們的小卷下去搭配 而延伸出來的AK豆醬小卷麵 那這一道是我們的棉花糖香蕉 它這一道看起來其實你會覺得它好像是一個甜食 可是我們經過我們自己測驗 我們有加一些一些鹽巴 讓它吃起來是甜而不膩 跟巧克力醬香蕉、棉花糖 打起來是很魅力的一道菜 我們會取這個名字也是團隊一起討論 然後就想到說 那就取一個2145 其實它也蠻好記的 那有一個諧音是 好吃喔 就是好吃的意思 對 那老一輩的年長者 他來到我們的餐廳的時候 他就想2145加起來是12 其實就是一個很圓滿的意思 是